巴拿马揭秘文件震撼了全球政商界 遭到指名道姓的对象纷纷出面澄清 英国首相卡梅伦当下也面对群众高度质疑的眼光 卡梅伦因为已故父亲伊恩利用离岸公司逃税长达30年受到牵连 不过卡梅伦星期二再度澄清 自己没拿过半毛钱 还表示这属于家族的私人事务 而且他并没有投资海外基金 英国卫报早前指出 卡梅伦早在20岁时就拥有宝马房车和一间小公寓 不过卡梅伦星期二全盘否认 从父亲的离岸公司拿到入住宝宝 英国卫报早前指出 卡梅伦早在20岁时就拥有宝马房车和一间小公寓 不过卡梅伦星期二全盘否认 从父亲的离岸公司拿到入住宝宝 没有任何好处 尽管如此 英国媒体和工党领袖都认为 卡梅伦的父亲生前通过离岸公司避税30年 是无法开脱的事实 因此卡梅伦有必要交代家族财务状况 不过当事人有始至终都是避重就轻 也没有说明家庭成员是否有投资海外基金 唐宁街发言人事后也补充 卡梅伦的妻子和子女也没有通过海外基金获利 完成了